海軍陸戰隊六六旅爆出有軍事官 涉嫌盜賣國軍的刺針飛彈發射筒等裝備 桃園地檢署偵辦之後 日前依涉犯貪污等罪嫌 起訴一名上衛 還有三名士官等五人 全案是發生在去年三月 檢警偵破黑幫的地下兵工廠 意外發現有大量的國軍軍用品 以及大批子彈外流 因此懷疑遭到盜賣 巡縣追查發現是從陸軍六六旅流出 涉案的軍事官涉嫌盜賣官方的軍械 在案發之後 多人也都遭到軍方太處